昨天呢这个花刚到的时候 我们公司的小伙伴问我 他说老花姨你看这个花 怎么是黄叶子的你还弄过来 其实呢这个叫黄金瓦砂围棋 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春雨 只不过它是另一种 就是天生的这种黄化的感觉 你就类似于这种撒金龟背和白景龟背一样 它就是出现了这种 它的叶绿树呢天生就是这个伞 明白了吗 就跟我大舅子一样生下来红的 红孩儿 一个道理懂这个事就行了 那有的话说老花姨 这种养活起来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不大 但是你一定要盖在一个什么点呢 就是叶片颜色呢 不是正常的绿色的这种 你比方出紧的这些个都需要光照 这话说老花姨为什么需要光照 包括这个不论是内景外景 因为当缺乏光照的时候 它就反主 明白吧 它就会想着长自己的叶绿树 你看植物很神奇 为什么说让大家伙 浇水的时候干丝循环 略干的时候爱长根 你给它憋激眼了 它长什么长气根 它就各种长 缺光的时候呢 它又会长高高 有的话说老花姨 我的话土长了 长得可高了可瘦了 这就缺光 缺光 一枝红杏嘛 它就出墙来 因为啥的墙里边没有光嘛 懂这个事了吧 所以说呢 这种缺光的时候呢 也会涂长 也会涂长得细细弱弱 也会反主 就是它会拼命的激发自己 长叶绿树 拼命让自己长高 所以说要盖在这个点 光照要有 但是不要强光猛晒 基本上代仅呢 都扛不住暴晒 一旦暴晒的话 它本身就没有什么叶绿树 它又不产生光合作用 就容易晒伤了 明白了吧 所以说要盖在这个点 那浇水这块还是维持 咱们刚才跟他说了 干丝循环就OK了 有话说我不知道干丝循环 你如果说选到的花盆 很排水很透气 盆土也是一个道理 排水透气的话 你浇水可以稍多浇一点 为什么我们用这种苗床 一个是通风透气性好 氧气才是最好的生根剂 你浇了水 我们这就不怕 浇的水多都不怕 就是天天浇水都不怕 只要通风好 那通风不好怎么办 我们就开风机 哪一排的你看 那几个老大电机 直径都一米多 所以说要盖成这个点 用土的话 我们就用了进口的泥碳土的 你们不知道用什么土的 也可以买老花益的通风配方土 当然也可以用一些 你感觉起来很松软 很松散的那种 它不会板结的 最低气温呢 一定要维持在5度以上 我们这个棚 冬天的时候 最低气温的话 也就是在个5度以上吧 因为我们这是双层的 有棉被 而且是双棚 上面一个外棚 那边还有一个内棚 所以这双层的棚 就不会很冷 有点怕冷 可以在室内养 有的话说老花益 我们南方才3度 这个冬天没有暖气 没问题 一点是没有 懂这个事就行了 好了 别的没啥了 肥料选个通用型的 黄金挖沙围棋 也叫黄金吹鱼 喜欢的出宝呢 可以整一整 今天养花知识有点多 想听更多的养花知识 记得点个关注啊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人一 白了出宝 嗨